原标题 在大家面前,还后半生已逃跑将军,朱将军出现大家面前,他的人生经历有点像唐宁皇李隆基,那么刘氏又何德何能,成为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,都知道能称为五虎上将的人,自然都有猛这一面,刘氏,四京福,江西吉安人,是民国江西五上将之一,另外几位领列军五宁人, 熊世辉,安义人,方天干县人,曹浩森,独昌,刘氏小时家里条件很差,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出世了,从此,跟着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好在刘氏后来混得比较好,而改变他命运,是在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,跟着孙中山市湿北伐, 在湿北伐中刘氏也算是英勇善战,连战结节,不然也不可能得到,重用,之后再和英亲介绍,刘氏在黄浦军校担任战术教官,请注意当时刘氏顾祝同,前大军,蒋鼎文,都是同级别, 在此之后的战争中,开始刘氏汉将,猛将的一面,北伐中最绕一战龙潭战役,刘氏带兵击退孙传邦主力,扭转了正的战局,就此,这一攻蒋介石,让刘氏担任第一军军长,请注意第一军军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, 前两任是蒋介石,和英心,后是胡宗南,可见,此时流逝在蒋心中位置,后来的蒋贵战争,蒋汤战争,他亲率第一军战贵系大将胡宗多,打得胡宗多气而逃,幸亏跑得快,不然就被活抓了, 1929年12月,唐生智通电返蒋,此时各方势力都跃跃欲动,因此,蒋介石说这一仗只能胜,不能胜,如果败了冯玉祥,严西山都会站在唐生智一边,联合反对我,就在选将时,蒋让刘氏的第一军去评判,并且对手下人说,刘氏是一位能争善战之将,果不其然,刘氏一, 战就打跑唐生这部队,蒋得之后,连声说刘氏真乃虎将也,1930年3月,中原大战爆发,刘氏开启长盛将军的威名,中原大战冯玉祥,严西山,李宗人联合对付蒋介石,这时,刘氏在许昌与冯,严大军对斗, 他指挥有方,全军上下奋勇杀敌,击退逢,严大军,接着,又消灭反叛的时有三七万之众,之后,蒋介石又让刘氏围攻恶欲挽苏区,迫使红四方面军张国德等人离开根据地, 蒋介石以示表刘氏章,将一线改刘氏名字,经浮显,而在此时,刘氏成蒋介石手中最能打敌虎将之一,一时风光,无人出其右,当时人们把刘氏,顾主同,蒋顶文,陈成,魏立皇,并称吴虎,而刘氏高居吴虎上将之首,名声一时无二, 而在首次受贤时,他与小诸葛的白重喜同列,排名第七位,黄浦系将领里则居于第一,仅次于一级上将和英心,假如此时刘氏战死与病死,那么,他绝对可以留个好名,生,甚至一代名将,可惜在抗日战争他得了个长腿将军名声,在解放战争就被别人称诸将军, 可能是好日子过久了,再吃苦就难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